大家好 我上周这一周没更新视频 就是我那天不是发了一个我上夜校 开始学英语了吗 就自从那个之后就一直没更新 还就是因为上了这个学了 我们那天是第一次上课 这一节课的内容啊还挺多的 完了之后呢还有作业 还得先复习预习完成作业 我又没有基础 我呢就想呢说别落下太多了 别到时候上着上着跟不下来了 是吧 小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好学生 老了不能还不是 所以呢我就在这方面用的心思比较多一些 年纪大了哈 一心不能二用 所以所以就把这个视频的事就给耽误了 我现在呢把我之前录的一些素材呢 整理整理 分享给大家 一看到柿子熟了就知道秋天来了 我们家在前些天针对这个房子还有周围的环境搞了一个大工程 就是原来这里啊都是鹅卵石铺的结果呢 它这个不是个坡吗 等着一下雨雨水一冲刷 几年下来 这儿就是一条深沟 后来呢 我们就给它 把这个原来铺的鹅卵石 找人啊都给挪到这边来了 换上了新草坪 还有呢 就是 这儿也铺了新的草 还有就是原来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两个 就是那空调外积底下 它都就是原来就搁在这坡上 现在也都新弃了这个水泥毯 当然这些肯定不算是大工程了 这只是这个大工程里的其中一部分吧 主要是这个房子 给它是从上到下 然后这个外墙都进行了装修 这么大的活肯定得请人干 我们请的工人是墨西哥人 工作量大的时候呢 他们会来五六个人一起干 平时呢 是以一个一对这个夫妻俩为主 他们就是修这种房子 工序是先给整个的房子全面的进行清洗 然后再逐一的给这些破损了的 旧了的这个装饰板 换板子 还有这个房顶上所有的这个排水管都进行了更换 最后就是刷漆 在美国的街上经常能看到那种 就是大工程车 就是像大面包车似的 顶上架着梯子 就这种工程车 都是这些墨西哥人 他们主要就是从事建筑工人和装修工作 通过这些天的观察 我就发现这些在美国的这种墨西哥人啊 他们都很勤劳 能吃苦 无论是男女都特别的能吃苦 也很能干 他们干的工作虽然都辛苦 但是呢 他们就是呈现出来的那种工作状态 让你感觉特别的愉快 乐观 也有毅力 有耐心 所以我就挺钦佩他们的 这个工程一共进行了十几天 两周多 花了一万多块钱 看没有花钱的不是 这个黑的装饰板都是换过的 白的部分 像那个上边小窗户原来都破了 旧了 都是换了新的 然后这些白板都是重新油漆过的 是不是更加整齐漂亮了 和白 drama 就能地勾到 和白 很多 做事 做事